接下来是不是要 接下来好像是一个很期待的节目 刚才我们已经有所耳闻 是不是该佳琪登场了 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佳琪有惊喜带给我 但是不是直播 那我就准备了 好 加油 佳琪 哈喽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的魔鬼李佳琪来喽 我的天啊 这掌声也太热烈了吧 现场多热烈 全认识啊 今天我不是来卖口红的 我是来学说相声的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合作 合作 是 今天啊 我要孙岳老师做我的大象 对 您等会儿呢 我做您的坐骑得了我 没有 没有 你说你们相声界不是有一个 就是捧跟的跟什么 跟痘跟的吗 搭档 哦 搭档 怎么大象呢 不好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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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呢 我觉得我来说相声 我有一个小目标 一定要实现 什么目标啊 我要赶超月云鹏 好不好 你琢磨琢磨 就这嘴皮子 大象搭档都分不清楚 还超月云鹏的你还 但是我跟月云鹏 我跟月云鹏老师是一样的 你是什么一样啊 我们两个的语言标志是一样的 语言 标志性语言 是 标志性语言 你看 月云鹏经常说 我的天哪 是不是 对啊 我直播呢 我经常说什么 你说什么呀 我的天哪 翻译过来呢 什么呀 我的天哪 是不是一样 哦 哦 您这个呀 不行 知道吗 什么呢 说相讲就嘴皮子利索 我嘴皮子还不利索 对啊 我五分钟可以卖一万五千只口红 对啊 您要有这本事 现场您来一会 今天我是来学上身的 我没有戴口红啊 没戴 哎 这么着 你现场就把这卖了就行了 卖它 卖它 对 您不是要说相声吗 对 就得按相声来 有什么技巧吗 铺平垫稳 慢慢说我还真没慢下来过 越详细越好 好 那我试试 我再试试看 按说相声来 来来来 好好按说相声来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产品 多好 大家都知道 一年分为四个季节 四个 春 夏 秋 冬 是 夏天呢 因为太炎热了 所以我们会容易干嘛 容易出汗 一出汗呢 就容易干嘛 脱水 脱水了就会中暑 对不对 中暑就像 对 中暑了我们要干嘛呢 找个阴凉的地方 或者去医院要就诊 不是 扇子 那首先我们到医院 第一步要干嘛 挂号 挂了号要去到相应的科室 扇子 去干嘛 去治疗 扇子 在这里微信提醒大家 我们要找一个正规的医院 不是 卖扇子 干嘛 急 干嘛呢 你不是让我铺平了慢慢说吗 不是 那你也得赶快说扇子 你说医院干嘛 要仔细介绍他 扇子 扇子 好 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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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女生们 今天佳琪给大家带来的 这款产品呢 是这一把扇子 大家看一下这洁白的扇面 这充满竹边的什么扇骨 多好看啊 多优雅啊 夏天不仅可以用它来扇风 还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小装饰 让人在人群中突然就亮眼起来了 而且哦 夏天怕热的 一定要选择它哦 又可以装饰 又可以解热 美们必须要买它 买它 买它 要不要 老公 你们就是这么迈出去的 是 不是 我知道 这个形式还挺好 这么着 是 那个 还要考考我 对 再给你出个题啊 就是当着现场观众 您受个累 您把我卖了怎么样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 卖的都是货品 你是什么货呢 我是 这不是还想骂街吗 不是不是 不是 你 没有办法卖真人的 我是按排骨的价钱算 还是五花儿的价钱算呢 没有 按生鲜算 对不对 你帮我推销就说说我优点 这么着 这么着 这太难了 不不不 别难 不让你白说 是 你姿势说好了 从今以后 月云鹏玩去 哎哟 真的啊 对了 我的天不说了 站台上就 天天说我的天 天天说我的天 对了 我就跟你搭招了 真是的 那这个我要试试看了 这挑战好了 说不定 对对 对吧 以后我又回一把了 是啊 来来来 你就好好想好看啊 那我就想想啊 好好想想 好想想 一定是优远 夸我 好 你没人真听啊 看我叫的行不行 对对 好不好 对 哇哦 你们看一看 好吗 我们孙老师 嗯 这魔鬼的脸庞 天使的身材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不是 孙老师 特别像一个天仙 天仙 嗯 哪个天仙 天鹏元帅 你不用说这个 不是 你就说 你用成语怎么样 简单吗 又深情难度 四个字 四个字说 成语 成语 你用成语话 鬼 鬼斧神功 鬼斧 说颜值 颜值 颜值的成语啊 颜 颜 一颜九顶 一颜 那我这脸还是大啊 好好好 我让最后总结一下 还总结一下 好不好 总结一下 准备卖卖了开始啊 现场的朋友们 如果想要把自己吃球 吃垮的必须要 买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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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想要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有要的啊 有要的 他们都想要 赶快报价 报价 现在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特别大的福利 什么福利 现场定价 直接出价格 好不好 报价 报价 快 说要价格 你们多少钱买 来来来来 五毛 五毛 一块 别一毛 别 一块五 一块五 一毛 还有没有 一分 一分 成交 你等会儿你 我怎么一分就卖了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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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还有什么呀 报友 别说了 谢谢 嘉琪 原来你是被直播耽误的相声演员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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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小提起 没有 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做直播跟 对 说相声其实挺像的 有异曲同工的 对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 就同事坐在旁边 一起跟我们去做搭档 对对对 有一个副主播在旁边 同工的 对对对对 而且你发现佳琪这个节奏特别好 史博弗的节奏 谢谢 希望你们喜欢 厉害厉害厉害 但这个说相声能是啥题呢 体重 孙岳哥的体重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问题吧 扇子最早的功能是什么 我觉得扇子就是纳粮 后来才改成了那样折扇 涂扇 礼仪工具 就是看了这么多电视剧 就是你没有发现 就是那些平民百姓用扇子的 但是只有皇宫贵族 对对 或者是有钱的人 他们才会拿扇子出来 对 老百姓他一般就是一个树叶 他也当扇子用嘛 但是我觉得老百姓 也可以用得起扇子啊 对不对 那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觉得必也有可能 那咱选吧 来吧 选吧 我觉得就是纳粮了 那我知道我有答案了 请看正确答案 毕阳华 扇可能起源于五名扇或智伟扇 扇扇 原为天子贵气或轻大福的仪仗用具 主要其礼仪装饰方面的功用 据西京古今柱 鱼车有扇 其机智语为扇扇 以仗义封臣也 其实我是觉得佳琪说的是对的啦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但是前两次我都觉得她对 她都是错的 你这点子不好可能 哎呀 好好好 咱们看下一个节目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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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